就是晚上,凌晨12点多,我在家里面睡着睡着床上突然听到一个鞭炮响,出来一看一个早饭里面放一个小孩。 视频中的袁先生深夜在家中睡觉,突然被一阵鞭炮声吵醒,出门一看在门口树下发现了一个弃鹰,看着小女孩没吵没闹,就将其抱回家去抚养。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时,却被告知无法落户不能上学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接下来敬请替阿诚为你讲解,在2015年的8月份夜晚凌晨12点多,长沙青竹湖镇新园社区的袁先生已经在家里睡着了,突然被一阵炮掌声吵醒,出门一看竟然是一个早盆里面放一个小女孩。 这个小女孩十分安静不哭不闹,袁先生见状赶紧把孩子抱起来,翻看盆中有没有其他关于孩子信息的东西。 可是寻找一番后发现出了一张写上出生年月的纸条,其他啥也没有了。 袁先生随后围绕四周望了一圈,漆黑的街道出了少许过往的车辆,和听到动静出来的邻居,其他啥也没有了。 邻居问了一下情况就回去了,袁先生面临这个孩子他虽然不知道怎么处理,但是他心中具有一个念头,因为他和妻子结婚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,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后, 袁先生并没有选择报警,也没有想到送往福利院,而是自己抚养了起来,就这样一家人幸福地度过了七年。 转眼见当年的女婴也成了女孩,到了上学的年纪,可是无知的袁先生在此时犯了难。 孩子因为户口没法落户而不能上学,袁先生为此十分着急,便需求相关人员寻求帮助。 相关人员听完袁先生的描述后,表示袁先生如何证明这个孩子不是拐来的。 袁先生的回答告知了他现在也无法证明。 无奈下袁先生来到了社区相关人员。 在相关人员的耐心解说下,袁先生明白了其实自己的收养方式是不合法的。 四次收养孩子会导致孩子无法落户成为黑户,孩子在上学就一等方面就会受到影响。 不过还好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法。 至于袁先生提供相关的登报寻亲报警记录DNA采取等相关证明。 待相关人员确定情况属实后,就可以把孩子上到非亲属户口上。 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正常接受义务教育。 今晚工作人员的话后,袁先生十分高兴按照进度流程, 要不了两天孩子就可以上学了。 虽然袁先生心是好的,但是这种收养方式其实是不对的。 正确的收养方式是需要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。 在相关人员审核完毕后,才可以距离收养关系。 这样的话才能受到法律保护。 收养人再按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。 凭生命的收养和登记证收养人的居民户口不再进行户籍登记。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,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不能直接把婴儿抱回家去, 而是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。 在一切信息查实后,才能进行下一步安排。 好了,本期视频讲到的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留个关注带你了解更多身边事。